大家好,欢迎关注学堂百科 美国人寿保险协会在上个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新冠大流行导致美国受险公司支付的死亡赔偿金 出现了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的最大增幅 据该行业组织提供的数据 2020年死亡赔偿金支付总额增长了15.4%至904.3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所致 2019年,该行业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为783.6亿美元 通常而言,这一数字每年都会有适度增长 但像类似的巨大增幅依然并不多见 在1918年,美国受险死亡赔偿金支付额曾激增41% 当年爆发的大流感导致美国约67.5万人死亡 美国人数保险协会表示 另外两次年增长率超过15%的年份 都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 当时也出现了流感疫情 不过,尽管死亡赔偿金的数字大增 但美国保险业受到的打击 依然比疫情初期要小得多 因为许多新冠死亡者都是老年人 而他们的保单金额一般较少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还刺激了保单销售 出现了25年来最快速度的增长 再加上保险公司一些投资的良好回报 该行业资产在2020年反而增加了7.7% 达到了8.2万亿美元 在疫情的冲击下 新上任的拜登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法案 对各行业进行了政策法规上的救助 对于在2020年末 根据AG49监管法规 刚刚才调整升级完产品的各大人寿保险公司来说 新救助法案相关规则的实施 又带来了全新行业新一轮的保险产品调整 对于相对稳固甚至保守的美国人寿保险市场来说 这种频繁更新换代保险产品的局面 是非常少有的现象 而对于目标明确的成熟投保人和投资者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有利的局面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 在上个月 美国2021年记录的新冠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 评级公司AM Best Company的数据显示 伴随着当前的疫情大流行 受险和年金类产品的销售强劲 该公司已将该行业的前景展望从负面上升至了稳定 疫情下的资本浪潮 黑石收购全州保险公司的保单 万通互惠保险兼并收购 全美人寿保险公司 阿波罗投资集团入主阿斯纳年金保险公司 Brokefield收购美国国家保险集团 信安保险推出个人人寿保险及市场 在2021年里伴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北美保险业界的兼并重组和收购行为 显得尤为活跃 伴随着这些商业活动 相关投保人的保单和投资人的保险资产 或被打包重新出售 或面临管理团队和方式的改变 良性的收购兼并行为 对投保人的利益有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行业研究公司Limera的数据显示 2021年前9个月 全美保险行业内新授险保费总额增长了18% 是25年来头9个月的最大增幅 如何选择和评估适合自己的人寿产品及公司 成为了投保人及投资者的首要目标 2021年2月 袭击德克萨斯州的暴风雪 6月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 创造了历史记录的高温天气 年末席卷阿肯色州 密苏里州 伊利诺州 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一场龙卷风 各种极端天气的排斥 各种极端天气的冲击 灾后对社会及居民的影响不断提醒我们 保险在保护我们每个家庭 企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而从长远利益角度也凸显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2021年里以环境 社会和治理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ESG理念 在美国金融保险业界方性为爱 主流保险公司开始涉足以ESG为中心的保险资产组合 为投保人 投保者 以及保险公司提供一种环境友好 社会和谐的投资方式 安心学堂免费系列知识课程 北美西部时间每周六晚六点与您相约 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同样的精彩与收获 一次报名终身享用 美西讲座还有诱人的抽奖环节 实惠的礼品卡等您拿 奖品丰厚重奖率高 每周六晚六点安心学堂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M叔 说到加拿大的移民项目 那可真是太多了 粗略统计下来就有大几十种 但这么多方法中 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联邦技术移民 花费低速度快 操作起来也没那么困难 只要申请人条件优秀 打分足够高 最快六个月就可以一步到位移民加拿大 那对于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这个项目 M叔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也比较熟悉 因为我和我的太太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拿到了加拿大的枫叶卡 那很多来咨询我移民政策的朋友 如果条件合适 我也会建议他尝试一下 但对于这个项目 我还是要给大家泼盆冷水的 因为联邦技术移民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所以并不是递交了移民申请就一定能成功的 只有当我们的背景条件足够好 这样分数才能够足够高 才有机会被筛选出来 像学历啊 英文啊 工作经验啊等等 都是重点考核的条件 尤其是英语 雅思成绩最低也要四个六 如果英语底子不好 那么这个项目就与我们无缘了 而且由于是打分项目啊 现在内卷的也很厉害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高手越来越多 最低分数呢 很少低于四百六十分 而四百分以下几乎就没有可能了 所以很多朋友在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 哪怕是递交了申请 但由于分数不够 迟迟的没有结果 所以这种时候呢 M叔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干等着 干等是没用的 要么换其他移民项目 要么就找一些机会寻求加分 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是可以加分的 并不是递交申请之后呢 就一锤定音了 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信息来获得加分 例如提高语言成绩 获得加拿大省提名等等 所以哪怕打分不足四百分呢 都有机会直接移民成功 那下面M叔就和大家聊一聊 加拿大联邦